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由洪盛师 为我们带来的禅艺讲座 师傅好 大家好,各位来宾好 师傅,在我们讲座的一开始 还是要请教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现场有非常多的系列画作 可以请师傅帮我们说明一下 这些画作所要呈现的艺理 还有背后的小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第二个问题是 这一次的展明寻生蜜归途 在坊间有很多的所谓的能量音乐 疗愈音乐 有的是可以开发大脑的 有的是胎教音乐 有的可以刺激松果体 零零种种非常的多 那请问师傅 不借由任何的物质 音乐真的可以疗愈身心吗 它又是如何可以做到这样的作用呢 有请师傅替我们解课 谢谢师傅 这个我在画这些作品的一个过程 在经验上的这个故事 多少是有的 可是在作品本身里面 要富含它的故事性 其实是极少的 我们知道生命的状态 所谓是赌仙豪以其章 亏一成而顿线 以及所谓的一级一切 那么在这些小品作品当中 当时就是因为在这一种 所谓的现实生活层面上 必然有它的局限的状态里头 所以在这一个局限的状态 做所谓的无限的一种所谓的生长 你比如说这一些画作 你有看到它的篇幅都比较小 比较小 然后它的素材也用得很简单 我们好比说无尽杖系列 文杖可能是在这里面系列 比较早期一点的 那它的创作的跨幅 大概就是在我们从大学毕业以后 到职场上 职场上大家知道吗 我以前在广播电台里就职 然后我又做了一个跟我 学科系完全不相干的所谓的工程 所谓的工程处的 工程处是什么呢 就是在那边接电线 然后接导线 然后怎么样调发射台 然后一不小心可能就被电死 所以就那个工程 就一般我们讲学理工科的 一个头脑 比较清晰的头脑在运作的一个事物 那我们从小学艺术 在这个状态里面 好像都被定位为成比较浪漫 比较不是那么的 与理工理解的一个概念 那当时有机缘 这个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现实人生的时候 我们必然在我们的理想当中 有所取舍的一个抉择 那当时我们又不能断掉 我们所谓的理想 被赋予的使命 学美术的好像就应该要 在美术上不间断 当然对于我们的生命状态好像也不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主要是说在里面它真的可以让你去锻炼你的心性 那在那个生命状态里头 我们在职场上就开始争取很多很税 零税很细小的时间 来做我们这个艺术的演展 那当时我们在进这个职场之前 我就有去请示我们的主管 说在我们在公司里头 于闲暇的时候 工作的时间范畴里面没有工作的时候 可不可以做一点私人不妨碍于公司的利益的一个行为 当然我们很清楚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能不能在那边争取这种时间画画 那他说可以 这么可以一来我们就不犯罪了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比较缺乏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很缺乏的概念 所以因为这一个很缺乏的细小概念 却促成了我们很多很大的痛苦人生的一种结果 这个我们现在很不容易理解 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范畴 可是它跟我们的整个艺术生命涵养里面并不冲突 因为我刚讲 亏一成而顿线 赌星好以其章 这什么意思呢 亏碳的意思 亏碳 你在生命的历程整个宇宙 你要了解它 其实你只要理解一个灰尘 围尘 其实围尘是比灰尘的概念还小很多的 你只要能够理解这个围尘 那你就可以理解整个宇宙万象了 那我们 我不知道其他人从事艺术如何 可是我自己的艺术生命历程并没有太多话想说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多故事性的人 也没有一个 也不是一个非常很有冲劲的一个人 可是对于生命的存在 从小却有很多的这一种疑虑在 疑虑在 那在这种绘画过程刚好可以是我一个介质 透过这一个介质去探索到整个近虚空变法界的理事因缘果 体相用这一些理体跟事项乃至作用的一种存在 那么它是不是只能是一个理论的探索 还是它可以经过你的探索的实际行为操作 而达到你办得到那件事情 所谓办得到那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现在也许很多哲师科学家 医学家都在探索的一个东西 也亦于想要去呈现的一个生命状态 叫做什么 创造你的人生 创造于你能够心想事成 如意的那样的一个人生 我发现在艺术上是可以办到的 于焉 我们就很感激 小时候在接触艺术的时候 当时的比较公众舆论在阐述的一个概念 叫做艺术美化人生 什么大众艺术化 还是艺术大众化 这些概念都好 那我们真正去体察到 也很向往真正的艺术 可以美化人生这件事情 那么这么一来 它似乎不是一种 我们单纯要阐述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观念 跟我们的经验值 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眼睛 所看到这世界的表象的存在 我们把它描述出来而已 似乎不是只有这件事情 所以在那一个状态里面 我们跟老板争取了这一个时间跟空间 那时候因为很零碎 随时又要stand by于上工 这件事情工作 所以它并不允许自然客观条件 并不允许我们可以去画那种 像五音、五行、零三水 那么150号、300号的 这么大张的这一种作品 不允许 那不允许我们的这一种 所谓的对于生命的交代 又必须要持续 那怎么办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 无尽障这一系列 因为它就是带着速写布 然后你就可以在很极短的时间里面 去沉浸在自己的一种笔跟纸当中 和你这个人的互动关系当中 去什么 去调整 调整你的心性 那心性如何能调整呢 所以到最后 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是在 以世俗的概念叫做画画 或者以世俗的概念叫做从事艺术 而是我们透过它在拧掉 我们当下存在的一个旺件 那这个旺件里面包含了分别件跟执着件 所以每一笔 每一笔它在对待的时候 除了绘画本身 于我们从小学养上的一个 所谓的基础以外 当然这个基础 所有学过美术的 基本上都知道的 大概不需要我追求 比如说那些空间感 那些平衡度 那些所谓的调性等等 这些专业的这些概念 它都必然是具足 当它具足在这个基底底下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其他要述说的呢 对我来讲是没有的 因为一旦有这个想述说 我们的旺件又起来了 一个旺件又起来了 那么旺里面深分别执着 它这样的运行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我们的生命发展于越染杂 当然这个不好觉察 可是你可以在你的独处当下的时候 你借着一个戒指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意念 专注力提高到极致 也就是说古老祖宗讲的 心无旁骛 浑然忘我 那些言词 那些言词本来对我们小时候 都是一种很高妙的一种 好像高不可攀 或者是在一种所谓的 生命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一种浪漫的形容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事实上 你如果愿意透过 你自己的这一个专注训练 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虚幻的言词 那当然我是学美术 我就用着我最熟悉的 这一个所谓的技巧 伎量 这样拿它来当作这个戒指 来成就这件事情 那它有很多的阶段 它有很多的阶段 那在这一个阶段初始就是你必须克服掉 你在的场域的所有的染杂 因为一下有谁来叫你要干嘛 接个线 一下有谁要来找你 叫你找个CD 因为现在某某主持人要播 等等 那你如何去面对它 那你如何面对它这个如何的点提出来的 当下就是你的修炼点 小时候我们常听人家讲修行即是 艺术即是修行 修行即是艺术 那生活即是修行 修行即是生活 可是我们很难真正在这里面把这些言语转化成实质的生命含养的退炼 那这个东西全然关乎在哪里 关乎在我们那个专注力提升不了 我们很容易融入一种气氛 可是我们不容易把这个气氛透过专注力也拧掉 那这个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状态 当时在创作吴金帐的时候就像这样 所以吴金帐它并不是一个几张的作品 或者是说它设定几张为一系列并不是这样 它变成那时候的生活每一天都在做那个东西 我记得吴金帐这一批画作我好像画了有累积有大概这么一大叠吧 一大叠大概你们看到这个这个叫几开的啊 十六开吗 所以变成A是只再大一点的数学一本 大概这么一大叠 有这么一大叠 所以你们看到现在只是这么一大叠里面的几张而已 那当然我说经历上的故事是有的 在2006年的时候因为有人找我 黄志伟当时有一个艺术家 找我要去参与这一个高雄市立美术馆的这个 创作论坛系列的展览的时候 专客展的时候 必须要有些作品去给这个策展人看 当时是张爱如 高雄市立美术馆当时的这个代理馆长 他们的人都很不错 也都很懂得去欣赏这些东西 那当时他又是台南好像是历史博物馆 正在兴建时候的里面的工作人员 那有一次就把这一些作品整叠 当然没有那么多 当时拿了一些整叠拿去那边 就天灾来了下大雨起水灾在台南 结果全部淹掉了 所以有一批如果你们有缘 未来不知道 反正那个都是我都乱丢在家里 因为我没什么在整理这些作品的 丢在家里 然后你们有机缘看到的话 它不会是像那个纸白白的 它就会像一字一字的这个土黄色的东西 因为它被淹 整批被淹在那个淹在泥巴里 然后当时听说台南这个历史博物馆 为了那个这个淹水的事情清理 整个馆清理了将近一个礼拜 然后最后这一批图又被清理出来 然后再拿用洗拿去洗 洗一洗拿去晒太阳 所以整个都是折坐的 有这些经历的故事 那里面并没有要去表达任何一个故事性 它纯粹是一种所谓我们自己对待 自己性灵上的一种所谓的运作 而产生了一个残余物 一个残余物 所以常常很多人要在我们的话里面看故事 说你这些画以前到底你画这张是为了什么 是受了什么感动或受了什么创伤 我不太容易有创伤的 那感动也许会有 可是几乎没有这个东西 那有些人他自己去看他自己说 他很有感动必然我们很有感动 那你看这时候好像尝试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实质好像又不是这样 因为我在画的时候可能没有你们认知的感动 感动性 也没有你们认知的故事性 可是你们看的时候有些就会有故事性有感动性 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的 赌仙豪以其章 亏一成而顿线 这个赌 赌也是是的意思 对不对 赌仙豪 仙豪就像一个很为理的毛 对不对 你能不能从一根寒毛里面 亏得整个俊虚空骗法界的存在理路状态 乃至于现象 那其实当时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状态的朝向 这样的朝向 所以固然它最后产生的是一个能量的拟据 当它是个能量的拟据的时候 透过这样一个介质的时候 它固然就会产生所谓的波动的一个现象 事实上这个话语其实是可以颠倒讲的 我们所有的存在是来自于波动 心念的波动 那其实所有的物件的存在 它都有所谓的波动的现象 那这个波可能就会比较连结到你们 所有的这个题目叫做寻声密规图 对不对 以声音来讲你们去理解波动 是很容易理解的 可是以所谓的视觉 摄像来讲 你们要理解波动可能就会因于我们的意识形态 对于文字学上的意识形态而有所隔磨 有所隔磨 所以我们常常会比较以生动波来 那个波来概念 来理解 可是其实这些名词只是因为 局限于我们有为的形制 而产生的一种分别性的描述 它最后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摄有摄像波 声有声动波 欢迎之摄像跟声音 这些都有频率 这个频率来自于它背后的波动 波动现象 问题是这个波怎么来 怎么来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就关系到刚刚的 第二个问题点 第二个问题点 为什么很多的这个疗愈音乐它是有作用的 而不必透过物质 事实上这样讲是有瑕疵的 因为声音本身就是物质 声音本身就是因为它有那个波动现象 为什么它透过这个波动的呈现 你于空气当中的振动 乃至于这所有的物理的振动 那样的东西产生 它还是一个物质 那这个物质概念 我们用我们世界物质的这个字眼 是也不好解释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寻求 老祖宗他们所设下的字眼叫做像 木目像 木头的目 眼睛的目 这个像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那一个像 那它本来皆是虚妄 那为什么产生的就是那个波动现象 产生的这些像 所以这一像于声音就叫做音乐 于眼睛看得到的 这些色彩就叫做绘画艺术等等 它只是这样的 因缘不一样而已 那于这一个超越物质能够疗愈众生 它的理路在哪里 就在于这一个波 你什么波产生什么样的印力 所以老祖宗讲五身入五脏 甘身脾胃胜 这个工商觉之语 可是我们的理解是非常粗糙的 我们知道这五音 那是不是你拿公音 老师在那边谈公音 然后就说我在治疗你的胃 好像表面好像也没错 因为五音入五脏 对不对 那它的入法到底如何而入 这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音乐的疗愈它就有层级的问题 它有层级的问题 一般我们于有为现象的 很好了解 就是我刚刚讲的波动现象 或者是有人讲的叫做频率 频率也可以 都对 那都对 可是你依频率的疗愈只能在物相上 物质 假设说我的胃病 我透过公音来处理 当然这样的讲法是太粗糙的 这只是一个表述而已 太粗糙的 因为你要看你的胃 于它的气过厌还是过沉 你还得考虑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的胃是过厌的 你供应加得太强 你反而三位 它是overgore的 所以你要用其他的 君臣酌食的概念 再来辅助去做调理 甚至你不能用供应去处理它 你不能用供应 你要可能要用什么这个 木火土 对不对 金水 这样的概念 那什么生土与火 所以你可能要用所谓的 红这个绝 工伤绝子 子音 对不对 然后去加强它的力道 才有办法 所以这一些到最后能疗愈的那一端是活的 在于无为法这里还没讲到 那我们比较好懂得于前端的这一个疗愈 就是所谓的频率 与频率就可以了 可是我刚刚讲频率在于有为向上 就是我们所谓认知的物质 我们的五脏是不是物质 是 可是你还得要理解说 你的五脏的病因是如何形成 它后面还关系到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 一个叫心理参数 一个叫灵性参数 或者是能量参数 是这样 幻言之这时候讲的这个能量 就不是我们看到一个物质表面的 那个波动现象的能量 能量有前端跟后端 我现在讲的这个能量是 初始前端的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产生了所有的精神跟物理世界 这一端 这个这一端又产生了这些现象层这一端的 我们也叫能量 可是我们多数的人是看到这一节 后面这一节 他看不到前面那一节 好比说 假设一个胃 你用公因去对治它 对治不好的时候怎么办 它可能出始于所谓的你的信力不足 那个诚信的信 信用的信 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关系到这个信力的原始端的时候 它就不是频率的问题了 它就是一个愿力的问题了 所以必须要透过修正 修正某些概念 你才有办法再去转化它最圆端的能量 所以讲短一点是什么呢 音乐疗愈很多作用是存在的 它的原则原理就是透过那些频率 这个是我们现在世间人可以理解的 可是它能够究竟圆满解决的那一端 就不是这样 就不是频率的问题 而是愿力的问题 那愿力又更抽象了 愿力好像是那些修行人他家在干的事情 对不对 对我们不相干 那是因为我刚刚前面讲的 我们对言词语言上有意识形态 有这些分别件产生的一个隔膜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名词的白话意义 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必要的 跟修不修行人 跟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跟有没有什么身心灵克成人都没有关系 只是他们把它逆句 逆句话 那这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修行 你就是顾名思义修理 修行的修理 修正修改 行 行为 我们人存在一个生命存在的显章就是行为 你不同的行为模式而已 这行为模式又可以分析为几大类的枢纽 就是所谓的意念上的行为 言语上的行为 表达 这个叫表达 跟行为上这些作为也是行为 所以你如何能把这一个东西 做一个一番修理 那他就解决了 这三个东西 生 口 意 身心灵 它的核心偏偏又在灵 又在灵 用现在用词就又在我刚刚讲的最初始能量 最初始能量 所以当时在创作这些画的时候 其实跟我大概高 不是高中 这个国中 初中的时候 我们讲初中以前 在学画的过程里面 去理解到跟从那时候 能够定定的方向 一脉相承到现在 几乎没有变过 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放弃了所有的一切的表达 思想的表达 那这个很不好讲 因为你说放弃一切表达 你说那你展览不就就是表达吗 可是我也很难跟你说 这一个表而不表 对不对 答而不答 对不对 然后画而无画 做而无作 总之它里面没有太多思想要去跟人家阐述 也没有要去左右任何一个生命体的思维 因为我们本来在画的时候 就是在碾掉思维 碾掉思维 所以在这一个过程 只有用一些比较佛家的用词 好像比较能够精准的去表达它 你看这是要表达 表达我画不是为了表达 很麻烦的 那这个叫做什么 画而无画 对不对 本来也没有画 那画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刚刚我前面讲 年到我们的见解思想行为的一种妙误 那一种妙误就是建构在一个我 所谓是五件 身件 边件 件取件 借取件 鞋件 这一些的总和 88品 88使件货 这个是很麻烦的 它浓缩在这五个 连五个我们都很不容易理解 总之 这五个就是一切反观错误的见解 那你说那如何订阅呢 只要有我的存在 我的概念 我们每个几乎都有 所以从这一个标准来讲 我们地球人没有一个不错误的 没有一个不错误的 那这样很难去信服于人 说服于人 这时候又要讲什么呢 就从结果跟原因论来讲 刚刚我讲的是原因 那么结果是什么 如果有刚刚我讲的那个原因 必然你活在于这个人世间 有所谓的苦 苦比较淡化 讲法叫做烦恼忧虑牵挂 对不对 我们必然会有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有这个东西 必然你原因上的见解有错误 也许你错误在哪里你不知道 可是你因果关系都上来 他必然错误 所以在画画的时候 从我们初中的时候 我知道这一个理路 我就从那天开始 在透过画画 在训练这个东西而已 训练这个东西 只是说 寓意因缘上 有很多的这一些巧 巧不是偶然 它是有所谓的 因缘聚会的这个状态 所以随了这个缘的时候 刚好某些状态 可以因应某些族群 他喜欢 然后某些因缘有人找 然后形成一个展览 展览出去也很多人 依他各自因缘去领受了之后 他有他自己的受用 那这个就是变成一个什么 你看 赌仙桃以齐章 那个彰显 彰显无限出来了 只要这个彰显出去 它受用到的 都是你核心的能量 核心就是我刚刚讲 你最初始 拧掉了那所有的思想见解 行为 这个所谓的分别执着 妄想的这一个能量 它就残存在那边了 所以在道法上讲什么呢 一般讲说 有形则有灵 对不对 古时候没有用能量 这两个字的 所以那个灵就代表了能量 代表我们现在讲的频率 所以有形就是有物件 物质 它只要存在在那边 它必然有频率 它必然有波动现象 所以从这个角度引申出来 它必然有作用力 只是作用力于这个世代 二元对立的状态 它就是善的作用力 跟二的作用力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为什么极度再提起高度专注力 在拧掉这个念头 原因就是这样 就是要让我们把所有每一张作品 的最后呈现 都是拟据这高度亲近的力量 高度亲近的力量 那亲近超越了善恶 恶法的概念 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二元性 超越二元性 所以你一旦超越二元性 它的幅度就广了 就广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体会到 真正你做自己 就是做那个无我的那个状态 它就是自己了 所以这个自己 你亏到一层 它就可以顿线 顿线一切的作用力出来了 包括形象 后来有很多人 在看我们的话的时候 老师跟我说 你那个话会动 我们说我们没有用3D 但现在也有很多用技巧上的 技巧上用这个科学的一些素材 会让你的画面产生很多的立体感 乃至不同角度在看 你就有不同的什么 这一个动态会出来 这个是办得到的 可是它能不能达到一个 这个净能量的拟据 那就不一定 因为这纯粹看创作者 纯粹看创作者 它的我们不能讲说 修行到哪里 其实古时候用词很简单 也表达很清楚 可是现在人对文字很多意识形态 你一讲修行就是宗教 宗教就是明星 照神 什么等等 就一大堆这些无聊的事情 可是他却不知 修行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抑郁成就他美好的生命状态 而有的行为 就叫修行 如果从前端那个抑郁 一个人抑郁成就 他认为美好的生命状态是每个人都要的 所以余焉每个人如果能够破除掉 我刚刚讲的执着跟分别 他就没有这一个障碍了 没有这一个障碍的那个人 在去做任何艺术创作的时候 他的信守年来都是那个能量 只要你那个状态就是那个当下保持那个状态 你那个当下创作出来的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 那这个能量是可以产存的 而且整个虚空法界妙就妙在 它还可以等量提升 等量提升这很不可思议的 这要深入了解量子力学的科学家就可以去理解 要不你就很深入了解生命之学的 这个生命学家你才可以去理解 当然我们现在要讲生命之学又有物点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只要讲到关怀生命是不是就是临终 安宁病房 对不对 那不是生命 那个是生命的现象 那不是生命本身 可是我们都把它变成这样 生命之学你学什么的生命之学 你是理医师吗 对不对 你看都是我们的意识形态 所以生命这个事情不好讲 那我们的所有这些画图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来的 那包括这些纸笔悬书 在创作的时候也是当时 其实我很少写文字 我文字几乎在写都是 像你看到的这些纸笔悬书当时也是 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 所以都是要求在一念之间全部写出来 就是说它没有任何修改的空间 就是一念嘛 一念就是那个你去定境一下 训练你的定境 一念因缘灵感来你写下来就是一篇 每一篇都是这样的 那它也就不是为了那个创作 而是为了训练我们的那个生命的专注度 那专注度关系到什么 关系到你的定境 定境关系到什么 关系到你的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佛家人在讲定境禅定这种东西 所以以前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或者是你们办的这个讲座叫做禅意讲座 现在想起来原来是这一个关键 所以他都在训练我们的定境功夫 而并不是一种附庸风雅 一种附庸风雅 然后你是学什么学派的 学禅宗的 所以你画的叫禅 并不是这样 而是于本质上 实质上 你在退练 训练你的禅定功夫 那禅定是古时候的讲法 虐不动心 外不着相 你的生命存在的做任何事情 就专注在那个点 那个点 你就已经在完成当下了 所以真空实际 即在眼前 意识兴起 烦恼生 真空实际又两个词出来 实际是什么 实际就是你们生命的真相 我要讲诸法实相四个字 四个字 约约陈述两个字 表述叫如如 如如 是这样 所以这些作品其实也就是这样 在做这样的一个 自我生命的一个交代 那这个交代 当然你们刚刚听了前段 把它兜过来就知道 这个交代的意志就是在 养成自己的这一个 假设有修行人在讲的禅定的功夫 所以八万四千法 法法平等 法法都通知性 画画亦复如是 那刚刚就要讲了 那这些音乐呢 我们听到的这些养生音乐 心灵进化音乐 你意识形态已经知道 也可以去认同了 因为它告诉你了 心灵进化了 对不对 激发从国体 对不对 那个这个叫什么 打开脑洞 是不是 等等等 让我们身心灵生华 这类的都存在 可是你有想过吗 你听噪音的时候 你听迷迷之音的时候 我们老祖宗讲正生雅乐 我等一下要讲可能你会 跌破眼镜 这样子 如果你会的话 你听噪音 也可以当下入禅定 所以到最后 都是关键在于你会不会 可是因为我们不会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正生雅乐 这时候是举外名内用的 举外名内 好比说这有两端 一个是创作这个音乐的人这一端 一个是听这个音乐 接受这个音乐洗礼的人这一端 这两端的是不太一样的 那听的这一端 如何而能寻声入流 入流亡所 乃至达到我们的自信显发 回归自信 你们这样讲 那为什么音声又特别容易 音声代表的波动 只要你能体会到那个波动 这个古燕有一句话叫做 此方真教体清静在英文 语曲三模体实以文中入 是这样 那这什么意思呢 此方就是以物理性来讲 你们这一个世界 叫此方 你们这个世界的真正的教育体性 于教育你能够升华于你的生命的这件事情 真正的一个最有缘的介质就是声音 就是声音 那当然你们这个世界不是你们这个地球 是以你们这个地球存在的这个银河系为基准的这十亿个银河系 这十亿个银河系里面的生物 耳根最立 耳根特别立 这是以常数法则 所以此方真教体清静在英文 因为耳朵最最最立 最犀利的意思 有的看土看模糊 耳朵 那有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闭眼睛拿土看不到 对不对 我们睡觉的时候人家在耳边跟你讲你还可不可以跟他对话 你还以为你在做梦 对不对 喊大声一点 对不对 你跳起来了 耳根很立的 它随时开放着 这是一个特质 这个特质是一个所谓的既有现象 所以我们处在的这十亿个银河系的特色就是这样 所以之所以音乐特别容易感动人 特别容易 你不管有没有学过音乐的 你用音乐给他听他都会容易感动 只要搭到的都会 可是画画有时候不太容易 画画你得要有学画画的 或者是他喜好有这番喜好的 他才会那个 那音乐不一样 像我们小时候常听长辈在那边哼 哼因为哼着哼着就流泪 对不对 你问他 阿桑 你要听音乐吗 什么听音乐 音乐不听我告诉你 我最初要听音乐 他自己会哼歌 不自觉 耳朵追利 他就会摄取这一些参数 你懂吗 自己摄取这些参数 所以用音乐来表征很容易 可是问题就来了 此方之下 清净哉音 后面两句话 预取三母体 什么叫预取三母体 三母体是印度化 我们现在的话叫做什么 叫做正寿 正寿 正寿又是专有名词 对不对 正寿是什么 我们有正寿相对当然叫邪寿 对不对 叫不正常的受用 所以那个叫做正常的受用 什么叫正常的受用 就是禅定达到一个高端 禅定达到一个高端 有九个层次 他要达到第九个 你们不管有没有训练过 身心灵成长的人 对不对 你们都听过 从武侠小说也都听过 四禅八定对不对 四禅八定 那这时候是不是八 对不对 这固然有八个境界的禅定功夫的意思 这八个禅定的功夫的境界 都不叫三魔体 你要再上去第九个境界 他才叫三魔体 当然这个是因 所有的都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就是自然律的意思 依现代名词 那这个自然律是什么意思呢 你有一种禅定的功夫 你就有一种美好的生命状态 你有第二级禅定的功夫 你就有第二级美好的生命状态 以此类推 所以意思就是说 四禅八定 它有八级数的禅定功夫 八级数 可是这八级数 都不能永脱苦这件事情 不能永脱所谓的烦恼忧虑牵挂 这件事情 所以不列在正 这一个字里面 当你级数再上去第九地定的时候 这时候加个正定 这时候就是三魔体 这是小三魔体 小三魔体 那么刚刚我在讲 预期三魔体十以文中路 这里的三魔体是指的是 你在这个禅定上去 还有几个层次呢 还有52个层次的禅定 我看一下 这个数字有时候 这是1 还有52 51 还有51个禅定境界 51个禅定境界 在这51个禅定境界 到了第51个才叫做真正的三魔体 真正的三魔体 所以这个是依科判上在讲不太一样 就是表达不一样 是这样 可是因为名词太少了 拿不出别的名词 所以拉回来 为什么这些话是这样 就是在训练这个东西而已 你在画画的同时 你就在提升你禅定的功夫是这样 所以禅定不要误解 禅定就是在那边盘腿打坐 闭上眼睛 有时候那叫杜孤 那不叫禅定 常常叫杜孤 那禅定是什么 是刚刚前面讲的 内部动心外部着相 所以你在做任的事情 你有没有办法专注到极致 不动 不动不是身体不动 所以我们常常 依老祖宗的智慧知学 在阐述跟学习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它都是表法 表法就好像有很多人画图 是象征派的 象征 它比如说 以前我们看过画 老师就跟我们讲 你知道这个女孩子 为什么抱着一桶水吗 水为什么往那边流吗 往下流 有一条河流上面 又有一根玫瑰花 对不对 然后往那边流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小 很小 还十几岁出头 怎么办 它不小心 不是小心 盆子的玫瑰花掉了 不是被扒头 对 被老师扒头 一点慧根都没有 这叫做爱情似水东流去 这样 我们看半天哪里有爱情 玫瑰花代表爱情 是这样 是水 我知道了 就是它那个水都要流光了 对不对 然后还往东边 右边代表东边 对不对 就这样 很多的象征 它就要表达 它要表达的想法 所以你要了解老祖宗 很多的智慧之学 你没有这一个浪漫气息 好像又有点不太办得到 有障碍 所以他来讲这个三摩体 什么禅坐这些 打坐 坐如钟 是取这个坐姿在你们一个人的形象里面是最稳的 最稳的 坐如钟 最稳代表不动 所以这个不动是在什么 表达你的心不动 就像坐着这样 而不是只要你在那边打坐 天天打坐着 你叫做练禅殿 不是这样的 不是禅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比不上石头 然后我们坐久了 一定有一个 我不能讲人 有一个比我们厉害 就是我们的坐垫 对不对 我们的坐垫 坐得都比我们稳 对不对 我们还会在那边腰酸一下 在那边抓一下 爬一下 然后禅是什么 不取向 不取于向就是不被外在的人事物影响 这是于外来讲 那于不在外在的人事物影响 积险在哪个状态 就是和光同城 大家好我就好 对不对 我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所以你于焉 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就永远办不到什么 叫行住坐卧皆是禅 对不对 雨莫动静体安然 就完全做不到 那你也无法想象 什么样的境界叫做 百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是这样 所以在画这些画的时候 其实说穿得很枯草无味的 很枯草无味 人家说艺术好多姿多彩 观者是这样 可是对其他艺术家也许是这样 对我们这种比较不浪漫的 好像不是这样 他就是从头到尾在训练那个专注度而已 专注度 训练到你一念不生这样 那当然一念不生又是一个名词 他这个都很难解释 今天我就微微带观 因为今天大家了解的重点 是有什么故事 不是说你看人能够启发多少智慧这种东西 那现在要讲到智慧这种东西又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智慧 可是却偏偏不知道智慧由何而来 那我们练那个禅定是不是会枯木死灰 有很多这些问题夹杂而生 当然这都是一种误解 你在禅定的状态 你等同在生智慧 那真正的智慧刚刚讲的三摩体 那个以上才是 前面的四禅八定的定是一种昏定 达到最高级是一种昏定 昏定不开智慧 可是它不被影响 可是它又不开智慧 为什么 因为它有定 它无禅 无禅它有定 禅定禅定两个字都配在一起 有定无禅的定 可以达到四禅八定的定 可是它是在一种昏定里面偏空 偏空还不成 它是误解空 它不是偏空 偏空至少在第九定以上的境界 那我们画图的时候也就像这样 你在里面的时候 你很枯燥无畏 是不是真的死在那 不会 你会发现 你的灵性的这一种胸怀的意志 非常的丰厚 你会有一种源源不绝的动能 在你里面 你那时候是必须印证出来的 它不是说服自己的 那你无法定名于它 也许当时老子也有这个囧境 对不对 那个《太上清静经》 这个《道德经》都有这个囧境 因为有一个物体 我没办法定义它 它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就姑且称它为道吧 对不对 所以道也是信手拈来 去称为它 所以道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字眼 你看它怎么写 以前我告诉过一些所谓的学员讲什么 道与守错 很重要的就是什么 做 错就是执行 对不对 所要在错 而不是在讲 对不对 可是这是一个浅意 它有一个很深的意 在哪里 它上面有两撇 一横 对不对 一个字 自己的字 对不对 接下来一个错这边 对不对 执行 那两撇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分别见 是非 邪正 好坏 对不对 可以不可以 喜欢不喜欢 黑白什么的 都是对立二元 这叫二元 那你怎么样才有办法入道 执行于道呢 就是这二元 说边一话出来了 会归于一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信亲近原民体 这个一在哪里 不在外 不在内 对不对 不在左 不在上 不在下 不在右 都不在 可是它偏偏就是你自己 那个自己就出来了 你必须执行它 所以刚刚在画那个图 在讲我们在画图的这个过程 就像这样子 你如何把那两撇透过画图 整个 融归于一 你用删掉的概念也好 把它搓合成一的概念都好 当然 你这样的 不管你这样的概念 是A还是B 你都要有一个两边不立 中道不纯的理解 要不然两边不立 纯中道 它还是一法 它还是一法 它并不是第三法 它又是对立了 对立于两边 所以到这个 把两边的概念 收边 你看我刚刚讲 有一个五件 对不对 升件 边件 就出来了 这边件把它 撮合 你回归了 你等于 扔掉一个 其他四个也都扔掉 在一级一切的状况里面 那你透过画画 再扔掉这些东西 训练这些东西 你当然就 什么 入道 往入道的方向 去吻合 或者是回归 归道 对不对 都好 那道是古时候的用词 哲学上的用词 你又可以把它解释成说 你就回归生命的本体 生命的本体 所以这些画画 没有在表达故事的前提 是因为 它必须解决 我刚刚所讲的 这一大堆问题 它在解决这些问题 已经没有时间了 让你不假思索了 因为你也要把你的思索解决掉 所以自自然然就没有太多故事性 可以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那个画本身的故事 那我刚刚讲说 画以外的 在画画过程 从事的 你的人生发生的 那故事固然是有的 是在里面 不要这样讲 两个问题的浓缩能不能理解 那我就对着师傅咯 好 刚刚刚调一下 嗨 直播的大家 我们还在继续进行 只是现在在调机位 可是它会不会太靠近 师傅 我们跟直播的大家挥手 大家好 大家好 耶 谢谢师傅 好 感谢洪盛师替我们解惑 那今天现场正好有有缘 有这个点歌单 送到我们的现场点问题单 那现场的朋友有提问 想要就趁这个难得的机缘 请教洪盛师几个生命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如何面对与处理 自己心理上及行为上的怠惰呢 这个问题是世间人普遍的问题 也是常怠 那当然你得看你面对的事情是什么 你必须先在这边取舍 当然如果你面对的事情的因怠惰而能 而会断送掉你这个生命变得更美好的话 那它就是重要的课题 对不对 凡是在这个二元性的世界都是这样 那如果你面对某些事情因怠惰而更好 你为什么要积极 是这样 一定要先这样的开放 那想必一定是第一种 对不对 要不然一般人不太会担心 那惰性相对于精进 对不对 相对于精进 那佛家有所谓的六度万恨的一个概念 所谓是布施慈戒忍辱 精进 你看精进在哪里 精进在第四阶段 精进 所以要一般人精进是很不容易的 好我再往下讲 禅定 刚刚我们前面在讲禅定 对不对 一个不精进的人 他怎么样学习成长 他都达不到禅定 最后一个叫做波尔 波尔用我们世间话叫做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有智慧 根本没有智慧 为什么 这六个科目 厚厚生于前前 厚厚生于前前 用另外一个讲法叫做 每一个前面都是后面的基础 这样好懂 对不对 那基础你们就知道 没有基础就办不到上面 对不对 就办不到升级 对不对 这样 那你先不要问你的精进 因为你现在有怠惰 你往前看 你有没有忍入 你问自己 你忍入这个科目完成了没 忍入还得理解 我们一般把忍入理解成 我很会忍耐 对不对 他惹我惹到 你看我还不会发脾气 我还没做他 我很有忍入度吧 对不对 不是这个 这个固然是世间人的标准 所有一个词语都有无量意 我稍微再提升一点 再拉到更标准一点 对一个要成长的人 不成长的我们不讲这个 忍入是什么 忍入就是你的持续度 持续度 忍入是你的耐力 忍入是你的韧性 再深淮一点 忍入是无尽宽广的胸怀 那叫忍入 对不对 所以当你认为忍入是无尽宽广的胸怀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任何压抑感 不会 所以当你有压抑感还忍得住的时候 那个叫忍耐 忍 它少了一个入 入有心上的问题 耐 它可能肉体上 对不对 你心里度不过 那不叫忍入 是这样 所以你忍入度 肯定也还办不到 偶尔很容易情绪被影响 被周边的人影响 对不对 那这时候不要紧 我们找问题 解决问题 再往前推 忍入的基础是什么 持戒 不是持戒忍入 对不对 那什么叫持戒 持戒有广义跟狭义 当然以狭义来讲 你任何修行的那些戒条都叫持戒 以广义来讲是什么 守规矩 守一种法则 叫做广义 你做任何事情都有这件事情 比如说 诸位摄影大哥在这边 他们以前在学习这些摄影器材的时候 他如果乱搞 对不对 他今天也不能游刃有余 他一定有他摄影的某一种律者 在那边 你光圈 你快门 你如何的配置 他里面有多少学问在里面 你要守那个律者去理解他 对不对 那你守了这个律者 理解了你还要执行 对不对 这叫持戒 那当然从这个角度 又有高级的跟次级的 对不对 那你再去问我们 我们在任何时空里面 我们能不能接受 我到任何时空的一种法则 所谓你们常常讲入境水俗 对不对 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在那个乐团界的时候 我们地下乐团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朋友 难免都有一些喜好 比如说有个喜好喜欢护大麻 对不对 大麻 那大家忽着忽着 就开始高团扩论 对不对 或者我有一些朋友护大麻 就开始抱怨了 对不对 这什么中文明硬 人家荷兰就合法 我们这边就不合法 对不对 没有错 荷兰在某个条件是可以的 在某个条件 人家拿去做医药也OK 在某些国度 你护大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你有发现你偏偏活在台湾 很不幸的 你活在台湾这一块土地 某大麻 他法律有规定不行 对不对 这个规定来了 对不对 那我活在了这里 我必然有这里的贡业 贡业 我逃不掉 对不对 所以余烟 我符合台湾的法律 我就怎么样 我就叫做直接 而我不去碰他 这时候不是道德上的问题 对不对 是一种你与生俱来的业力的问题 对不对 你今天为什么不是投胎在荷兰当荷兰人 你去商店买个大麻糊没问题 对不对 他没有那个工业 所以这个工业又关系到一个延迟 叫做自然法则的问题 懂意思吗 所以于自然法则里面 你在你处在的时空里面 你常常会被租的限制 对不对 你觉得你必须要怎样 不怎么样就有人找我麻烦 这件事情 那你就接受他 这个叫做持戒 他不是那么狭隘的任何宗教上在讲的戒条 不是这样子 这样 那你就要问你自己 在生活当中 这件事情的分数大概几分 假设100分 你有没有达到2分 有没有对 他又不是说80分 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肯定又前面的基础没达到 叫布施 对不对 那布施也有深意跟潜意 我们先讲潜意 潜意叫做试色法 奉献 你们讲的奉献 你的人生的存在 你吝不吝啬 那你与奉献你揪不揪心 那你奉献了之后 你有无感 有感或无感 对不对 这都是 我们终生有一个概念叫做舍得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舍 因为我们要得 对不对 这也是布施 没有错 那这样的布施总比完一毛不拔好 对不对 可是高级的布施的概念 没有得的概念 可是它也是这两个字叫舍得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把你所得的一切舍掉 把你所舍的一切舍掉 所以高级布施 或者是布施的真意 真正的意理是断坛 它不是为了得到 而去奉献的不是 所以这是层次 如果你布施度能够愿意不断 从自己百般不愿意也愿意去做 你会发现你容易接受你生活活着的 属于你个人的时空因缘底下的任何牵制 你本来认为的牵制 你愿意接受 因为接受了久了你会发现好像也不成为牵制了 这时候你的韧度激发出来了 你的忍入度出来了韧度 那这时候还没有度 等一下我再讲度 度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 你这个韧性出来了 于焉你的什么精进度自然就出来了 你惰性自然就没有了 你不要想要去克服你的惰性 克服不了的 可是你可以去成就 所有一切精进的基础 你只要往那边成就 你自然就精进了 没有谁推出你 因为那是你生命价值体系 本来就认定的最高价值之一 所以你就会驱使于那边 你知道现在多数的人 为什么不怠惰你知道吗 为什么 欲望 为赚钱 欲望也对 属于他的欲望的他都不怠惰 可是偏偏他的欲望会变 所以可能又三分钟热度又患了 只要欲望的激發点 你永远不太多 那一个刹那 那这个会变得不在 我们刚刚讲的范畴里面 这是一个从理上 理体上 心法上讲 这是究竟的 那我也提供一个不究竟的给你吧 不究竟叫做依重靠中 依重靠中听得懂吗 依靠同一个必须要成就这样一个行为模式的这群人 我跳进这一个圈子里 我靠那个气氛来激励我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有人有在练习打坐 对不对 每天在练习打坐 然后叫他自己打坐 他可能就嘟嘴了 然后打个每两分钟就起来 喝个凉水 看个手机 有没有人打给我 没有 他就打 对 这样前来前去 前来前去 两小时 三小时也过了 他说我打坐完成了 扣一扣 十指打坐不到一分钟 对不对 腰酸背痛倒是三小时 是这样 你看坐不住 那他怎么办 他有多姓 对不对是不是有多姓 那就就 你有没有打坐 你有没有打坐 你们都有 那你们会不会有这个状况 不会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点打坐 所以我们只要同一个时间到了 我们都没到同一个地点 我们就会很不好意思 用很多其他的方面来督促自己 这个叫一中靠中 所以我跟着大家在同一个时间 你们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 如果你们有修行人叫做共修 对不对 共修 为什么要加那个共 古时候的修行人从来没有共修这件事情 因为他自律性很高 有共修也是我很百事不解的事情 可是后来我们必须去接受这个世界的现象 这个自古以来大概两三千年 还不到三千年 大概两千出头年 一直到现在都有共修这件事情 三千年以前大概没有听说有共修这件事情 好吧 那就共修吧 对不对 一中靠中 然后别人督促 我的良心督促 我的爱命之心督促 我的民文立养心 你看都不好的 也可以来督促 然后这个叫做什么 以独攻独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布施是什么 初阶段就是也是以独攻独 你为了赚更多所以你愿意奉献那也不错 当你不断为了赚更多去奉献越多的时候 你不自觉的你就越来越舍得了 你就越来越做得到 所以有事项上跟理体上你都可以去参考 当然我觉得理体是比较究竟的 理体是给哪一种人用的你知道吗 像我们这种人 大家都沉默是金 不知道我们这种是什么 我们这种就是懒人 你如果觉得你很懒 你很怠惰 你就用直取心法的方式 那你如果很高烈 你就慢慢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因为我们很懒 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 也不太知道要表达什么表达什么 你懂吗 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就是 直取最简单的那个 最简单就是面对自己 我不必去看世界有发生什么 我要描述给大家看 一方面我也知道 因为大家眼睛都血亮都看得懂 不必我多来一个什么 化蛇天主 那大家也不用懂我 可是我要懂我自己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画画就在面对自己 所以你看为什么常年不会间断 因为你那个价值认定是你最高 你的最高 那你的最高没有其他比这个价值更高了 你自然的动力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所以布施慈戒忍入精进禅定 波罗 你要往上提升 往下扎根 对不对 刚刚我漏掉 我说要解释一下度 度这个词是什么 一般我们都有六而无度 度是始之开智慧才叫做度 所谓是未能自度而能度他无有是处 这并不是说你不能帮助你自己 而能帮助别人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这样讲 很多人不能帮助自己 却能帮助别人 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 可是加上度就不是了 加上度就说你没有觉悟 你绝对不可能令对方觉悟 所以度有一个道彼岸的意思 道彼岸就是你们现在的用词叫做功夫到家 那个道家 你练功夫吗 你功夫有没有道家 对不对 所以六度你拿去用很好用 布施直接忍入 你后面的精进就自然有了 那这时候又会问什么 那我会不会布施做着做着就带多了 这就要考验了 对不对 其实多数也会 不过布施要不断做 是比你真正无中生有的精进来得容易的 它必须要有基础的 而且这个基础不是我们世间读书的模式 知识尝试的收集模式能够达到 不是 它必须要身体力行的模式才有办法 所以你如果愿意从布施不间断去 不问为什么 因为它是自然法则 你反观所有一切宇宙能问为什么的 都是自然法则的现象 都不是自然法则的本体 所以你问到最后 为什么布施是因福德是果 就会有福德 没有为什么 它本来就要 它只有你又没有去验证而已 那另外一个就要 那为什么布施是基础 持戒 守规矩 接受人家给我的签字法则 是结果 它也没为什么 它就是自然的理路 对不对 自然理 你要必须要去验证 所以布施你去不断做 那你要布施是什么 最后是把你的贪生事都丢掉 对不对 你不是捐一块钱十块钱出去 你是把你贪十块钱一块钱的心碾掉 把这个心丢掉 那个叫布施 所以它有一级一切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懂得入那个艺术 你就懂得进这个布施 反过来如果你懂得进这个布施 你就懂得入那个艺术 懂吗 所以布施很好用的 布施把这个心碾掉是不是 也是倒把那两撇归一 对不对 靠谁 自己 对不对 运作它 自然率就产生了 这个可以明白吗 谢谢师傅 太珍贵的一个建言了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如何在面对问题时 避免用旧有的习气去处理 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所知障 我们知道生命的存在有两个障碍 一个叫烦恼障 一个叫所知障 所知障就是 就是于你知道太多知识常识 对不对 那你兼顾着这些知识常识是对的 于是你遇到任何一个不同的境界项的时候 你就没辙了 这时候人家告诉你有某一种方法 你会很难理解 这叫所知障 那所知障于这个时代读书人特别多 以前人是这样 读书人有所知障 很少烦恼障 那这个没有读书的人 有烦恼障 没有所知障 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 没有读书的人有烦恼障 很少所知障 有读书的人有所知障 也很多烦恼障 就这样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办 对不对 惯有的习气 你还是得从你的修身养性着陆 你不能永远看在哪里 我面对的境界项那边要解决问题 你一定要拉回来核心 回来原点 对不对 你今天是怎么走的路 你从哪里走的 你第一步已经决定了 我五年前的第一步已经决定今天了 我今天怎么改变明天 我今天不可能改变明天 所以你明天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警示 是警示回来让你去反思五年前那一步你为什么不调整 你为什么现在还照着你五年前那一步 对不对 所以你要回头去解决五年前这加起来的总和的错误每一步你现在开始改变步伐不要管你现在的结果你要管那个原因 对不对要不然你永远都是习气 习气 一百都办不到 对啊都办不到的 对啊 因为没有人很深刻的愿意改变自己的 你懂吗 我们的改变自己的愿意都是什么 我们希望得到另外一个满足 另外一个满足是比我现在不满足还好 所以我要变成那样对不对 你看我们很少人是这样 我们觉得现在我这个原因 刚刚讲的满足是结果 我现在这个原因很糟糕 我不考虑结果 我只关注我现在这个原因很糟糕 对不对 我最近老想的老讲的老做的很糟糕这样 我不管结果 对不对 很不好我要改变它 我至下一秒钟不要这样 我们多少人是这样 所以你要从原因上论就 而不是从结果上 我老是用原来的习气面对 怎么办 你结果那你就办不到 好 这时候你了解这一个基本理则之后 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回到根源处 从工法的最基础点开始做 每一个所谓的学系 对不对 学系 于我们学智是这样 于古时候叫做学派 他都有他的工法 你要照着他的工法 不要好高勿远的 按部纠班的 从一步一脚印开始做起 这时候都是要有耐心 所以一切法得成于忍 你们听过吗 对不对 这不是只是修行的人来讲 这是连我们世间生活的人 一切的 你们的一技之长的成就 都是那个忍制 耐得住 对不对 一切有得成于忍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不是直接忍入这个 呈现起后的关键多重要 所以你必须从这一个概念去琢磨 然后把这个耐性放在你既有的工法上 如果你的老师告诉你曾经要做什么做什么 你就要把它放在那边 就好像有人练武术 一辈子战装 他就成就了 成就不是那些套路都会比 而是成就于他的功力 对不对 他就一个战装而已 一个战装 那一天刚好有个大陆的太极拳教练 岳阳打来 在请教问题 他说因为以前我叫他战装 他后来事隔了大概几年了 四五年了 他终于前一阵子战装 他说终于有一点效果 我说对 你学太极你战装 对不对 你学太极你不战装 那当然是两回事 而且讲难听一点 你学太极套路都不用 太极不是那些套路 你都不用 你只要战装 战得得力 就解决了 你那些气脉明点 全部就自然打通了 然后你运用在无为上 自然的招式就出来了 因为招式是为平衡而来的 可是你战装没有体会到的话 你体会不到 所以他问某一个人说 最近照着我告诉他的理则去战装 这几个感觉越来越缩小 越来越缩小 整个世界越来越大 这是阶段性的进步 因为这是一种境界象 你学这些古老的智慧之学 的这些武术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 于道家 他们道家在练太极拳 你为了无我 对不对 那你越小不就名合于你的无我吗 世界越大你牵牌度出来 你看战装能让一个人牵牌 对 好为什么讲到这边 他就照着他的功法 他也不用来学其他有同学在拜佛的 瑜伽拜日式的也都不用 因为这各个有门道 他都可以办到 他只要在他的战装 他明合了 所以我只告诉他 你任何太极招式都可以放下 随时提起都没关系 可是你唯独一个概念 你自始至终都要去体会他 就是曾经醉肘唯屡中正神灌顶 对不对 那你不是曾经醉肘唯屡中正 你口号 这个叫做口诀 念一念你站在那边 你神就可以灌顶 神灌顶还有灌你顶门或者是大锥 不一样 老年纪上了的人 最好是让他灌大锥 不要灌顶门 对不对 头顶灌下来容易高血压 因为那个力量来的时候非常强大 你们叫气 对不对 那他站明合马上就来了 一下灌下来了 所以刚站的时候不是站在那边在练腿力 站桩也不是在练腿力的 他是在练你的所谓的 好像是人家在修禅做禅坐的 那八部功法的旗衣叫做调身 调身调洗调心 最后才有后面几个功法 前面还有两个 一个叫做逆界外界 这叫支两位 然后调身调洗调心 最后进心 对不对 禅定 镇定 上去 上面 对不对 你完成了 就这样 可是偏偏在调身的时候很不容易 你如果没有一点耐心你没办法 所以你那个角度要刚刚好 对不对 唯履中正 要刚刚好你神自然灌顶 你都不用任何 你连用神都不用 对不对 我们说我们用神 用意还是用念 对不对 都不用 他自自然然 宇宙大自然就是这样子 所以意思就是说 那个功法非常重要 你只要明合于 你的老师教你的一些功法 你自自然然就会明合于谦卑 一经六十四卦 为牵挂六窑阶级 没有负面 所以牵受益满招损 对不对 那你那个 月记有的习气就出不来了 直接消逆 对不对 你连动命都不用 你只是符合功法而已 所以每一个门派的功法都很重要 那你要按住在你的功法 又有一个关键 你心不能大 当然我这时候不是讲心量 我这讲是欲望心 这个也想知道一下 那个也想知道一下 对不对 那个也想碰一下 那个也想练一下 不要这样 对不对 你必须回溯回来 韬光养晦 对不对 把心清理得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什么都没有 你们舍得的概念又来了 你自然牵下来 你的习气就淡除 你遇到原有的那个事件 你就起不了原有的习气 自自然然的 这样可以明白吗 谢谢师傅 所以师傅还是建议呢 其实还是以战装打击 储从布施世界忍入开始 然后去做牵怀的 战装是比喻 因为你们不一定每个人 练武功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举一个练武的人 他的战装来比喻 对对 谢谢师傅 那第三个问题呢 是如何能够避免自己做出 或者是说出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或者是念头 这个也是世间人的无解之解 对不对 当然它还是可解 可是你如果没有照对的礼物 你还是无解 为什么 我们是情绪的动物 我们是习气的动物 所以你必须来习气跟情绪 这个点去琢磨 对不对 所以一切修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已 一切修行 或者是你们讲的一切生命成长 一切身心灵成长都好 那不同用词都尊重的 都平等 它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习气 那习气之所以难搞 它比习惯难搞到N一倍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习惯跟习气不能混为一谈 习气关系到你的累生累世 习惯是这辈子养成 这辈子又养成 添加上去的 到下辈子这些又叫习气 所以你看你的习气多 所以如果你从你硬要改变 你也改变不了 所以第一个 李明很重要 四极 这四个字 李明是什么呢 你要去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为何存在 我存在是在干嘛 对不对 我存在于这世界上有什么 而有能干嘛 所有的你的体 相用 你这些要去理解 你才能误得所谓的空甲忠 对不对 空甲用忠 真空 对不对 妙有为甲 真空为真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作用力 无穷 所以空甲用忠 对不对 那你作用力无穷 你的用必须要符合忠道 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要花一点时间 去了解它 你随着你的李明 李越来越明白的状态 你人生对待的那一些 突然会走起来的 突然会思虑不周 或者是思虑很多 情绪大过思虑很多 而做了错误的决定的 这些事情 就会渐渐渐渐的淡保 你就会有刹车系统 所以终究你还是得回去修订 训练定工 你只要这一个没有 现在这个问题是所有又来了 其实起义很恐怖 除非他已经心死了 埃莫大于心死 那个又是更病态了 不讲那个 他不可能放下 你懂吗 那你看放下名词又来了 你以为放下是放弃吗 不是 放下是人生最高度积极的作为 放下 放下是你得要透彻明白 才做得到的行为 所以放下常常前面跟着两个字叫看破 对不对 看破用现在的话叫看透 对不对 那你没有去关注你生命课题 你这些都遇到境界就是怎么样 脖地凡夫 该怎么苦恼就怎么苦恼 所以这时候我不可能跟你讲 这个很简单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对不对 讲得很对 那你哪知道什么叫道 你还得是道则进非道 你还得判断它 对不对 所以你第一道必须要判断的时候 那你第一道的能力就是要理明 对不对 了解 那了解明白 可以去请求善之士 为你解说 可是你一定要理解一件事情 你跟随一个老师 你一定要怎么样 常识熏修 一门深入于他 你一定要这样子 你要有那个主轴在 你最后才有可能错被绑通 所以只要你没有常识熏修 一门深入的 你定力出不来 你会涂涨知识常识 所以你会是一朵 很漂亮插在花瓶里没有根的花 因为这都有根 做拍作品 对 灯花一个礼拜飘飘亮亮 过来就烂掉了 就没了 你懂意思吗 你必须要让你这一个花 你不管千叉法 对不对 十生秒 还是接知法都好 你要让它长根就对了 所以万丈高楼平立起 你必须要沉稳下来去理解 理解 那理解呢 你不能用知识常识的方式 我以前常用 不能用读书人的方式 读书人是 你告诉我这个很好 我听过了 所以不用了 对不对 你必须用修行人的方式 很好 这我听过 一千遍了 不过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听 你不要怕面子问题 修行的门道就在这边 它叫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两句话叫什么呢 这两句话就是我们读书人 很不喜欢的两个字叫重复 重复 你要成就于生命之学 你关键都在重复 重复于这一些三知识 比如说你要解经 你可以请教三知识 翻古诗大德 里面有很多明白的义理 可以呈现给你 经者敬也 敬者路 路是一个标杆 对不对 一个指引 你们的卫星导航 所以你要常常去解经 这是一种开智慧的方法 可是这种开智慧的方法 也不是那么快 另外一种你要读经 读经是从定生慧的方法 读经你必须要不想 一个字都不想 一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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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善书也可以 对不对 然后一直读 一直读 一直读 不断 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 一直读 一直读 读书千遍七一之间 你那个理你就会尽见明摆 尽见明摆 所以这一种明摆 是智慧的显发的明摆 那是相应 那你有这个基础了 你这时候怎么样 里面的意理你要做到才有机会 你没有这个理明的基础 人家告诉你很多方法 你固然都知道那些方法怎么做 你就是做不到 所以这是生命之学 这不是世间常识之学 知识之学 它的最大关键在这边 所以包括说 这拉回来说 很多说有人看到我们的话 什么假看好了 什么等等 为什么就是这个关键 对啊 你在投入的是生命之学 所以你的画画就不是所谓的学术画画 而是你在完成生命能量这件事情 所以你应该把这一个所谓的理路 放在你自己本身 对不对 你让你自己本身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而不是在外面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老是我要用的时候都用错 对不对 或是用相反的 是这样 因为你没解决你自己 所以先解决自己就解决了 这个问题 然后多看算数 我刚刚先讲的是理则 当然我不知道你们的根性如何 我们很少听 看过跟听过一个小学 要读六年级的学生 他曾经老是带他去听一次演讲 他就毕业了 你懂意思吗 我这语意之下 对不对 四年上大学 我学美术 我不可能去听蒋勋一场演讲 对不对 听那个吴玄山一场演讲 我现在就成就为全世界最伟大的画家 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他的演讲还不知道有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是一次 所以我刚刚一直跟你强调 你必须要常识熏修于这些理则里面 这个就像什么 你是要把你自己当作一片白猪肉 沾酱油吞进去 够死鹹的 这样 也是猪肉 当然现在大家不太敢吃猪肉 就举例 还是你把这个猪肉放在你的老卤里面 卤汁里面 卤三小时一天 两天以上 卤到透 那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常识熏修一门深入的概念 懂意思吗 你看你这边卤两分钟再放在那个卤汁 卤一分钟再放在 听拔载的枪子不大张 我们要成就生命之学 就是这件事情 你只要愿意把你自己浸泡在那一个 善制式的染缸里面 能多不少见风插针 时间上能多不少见风插针 自自然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这叫自然之道 顺乎心性合乎自然 不假刻意 无需刻意求加检拿 其逢自有应早春 懂吗 水稻举沉 开池不带月 水满月自来 懂意思吗 所以最后两句话送给你 若能去除心头火 定能地中出泉水 明白吗 再来感谢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可以理解吗 好 那我们现在的时间 我们还有一点点点的时间 那 有没有老师这样三位同学的提问 刚讲的里面 我先告诉你一个同哲 要不然等他回去这段时间又 一切法无所有必尽空不可得 所以金刚经理就告诉你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对不对 我们先不讲若见诸相非相想见如来 先不讲这一段 你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对不对 我们姑且听一下圣言量 古圣先贤讲的话 讲的真理是对的 所以既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哪有什么好让我在设施兼能计较的 对不对 那我举一个例子 古时候 我这个例子好像上个礼拜 才跟一个同餐举例 古时候有一个蚕食 当然你们想到蚕食 不要以为他是踢光头 什么 你们叫我蚕食 我也觉得哥哥敌 九九蚕食 有一个蚕食 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孩子大概20岁 身处于战乱时期 那战乱 这家人善心人士 非常乐善好食 对不对 也乐于现在的 这个叫做社会公益 等等这样 那么在战乱时期 是不是有很多逃难的人 从北逃到南这样 过路客 结果有一天 有一个年轻人逃难 身体不适 被这个蚕食老婆遇到 就那这样子不行 他再躲下去会有生命危险 就带回家里 跟丈夫讲 蚕食讲 跟儿子讲 全家人都很热心照顾他 照顾他 然后一照顾两照顾 那重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很好 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 这样过了 就一个月两个月这样过了 三个月四个月过了 一年半载 对不对 结果照顾着照顾着这个太太 这个夫人跟这个年轻人产生的情愫 然后在一起了 结果这件事情 让他的二十岁的儿子非常的气愤 起来 去找他老爸告状 你看妈妈这个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我早就知道了 你早就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 我特地来跟你讲 对不对 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知道啊 我早就知道 我搞不好比你早知道啊 这样啊 你早知道怎么都是这副冷冷静静的 一派轻松 然后他说要不然要怎样 你懂吗 然后他儿子更气愤 他说不行了 他爸就跟他讲了 二十年前我爱上了你妈 你妈爱上了我 英文辉语 所以生下了你 对不对 二十年后 英元善了 你妈爱上了他 我爱上了道 对不对 他去跟这个男孩子 对不对 去谈恋爱 去甜蜜于他们 我刚好没有困承救我的无上道 无上正整正确 他成就我 那你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难道这桩美式 你要我把大家带到衙门去 变成左邻右舍的气氛标靶 又引起众生造业吗 这是对宇宙真理不一样的角度 跟看待所产生不一样的见解 那这时候就是你们要选择什么样 对待这个世界 是这样啊 你懂吗 一个选择开阔的人生 一个选择无量节可能要继续纠葛的 一种叶因种子的促成 不值得 懂于是吗 所以 若见诸相非相 激见如来 这些相 各有因缘 对啊 你要见回自己的如来啊 对啊 生命本来就正常啊 可以明白吗 对 有没有帮你拖一点时间了 谢谢师傅 今天还是用我们的 亲近在英文的音声来供养大家 样式可能比较多 因为人家刚刚有大师 对不对 路易的老师大师 对不对 这个让我们已经够回味了 不要再让我去迫害他的气氛 对不对 一谈到你们跌倒了 对啊 前面人家余音落仰都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 不同类别 众生基本上还是有一点分别见的 对不对 所以不同类别的状态里面 他就比较不会去打架 懂意思吗 所以 还是用我们的 音声 法音声去供养诸位 是这样 那这里再解释一个词 就是说 布施刚刚提到嘛 为什么还有一个叫供养 他都不是宗教的术语 他就是在形容我们生命的珍藏 所谓供养就是在你布施的行为里面 赋予 赋予 或加上无上的恭敬心 你懂意思吗 所以他称之为供养 所以 我们就是希望用这种无上的 恭敬真诚心 供养诸位 让我们在这辈子 有缘结下的这个善缘 能够去延续到 生生世世未来 而能够 未来相会的时候 又有一种更光明的火花 去立即昌生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行死马克力 山 파福 神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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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尸 神尸 Sal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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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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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為我們這個社會 這個當然說大家要攜手共辦 增添一點所謂的正能量 那我們既然有這個思維正能量 我們就必須要去理解何謂正能量 正能量並不是我們一般在講的善的力量 而是兩邊都超越清淨的磁能 那個就叫做正能量 也唯有超越兩邊才能去化解兩邊的對立 現在的病毒跟我們是兩邊 我們與其在那邊對峙對抗 不如去理解這正常大道 讓生命可以去和解共生 一旦和解了它是共生的 它沒有死這個字 所以凡事可以化解 果然講如若欲了之三世一切佛 因冠法皆信一切有心照 所以不要小看諸位 我們一切眾生的心性的能量 我們的心是主宰 只要你的心能夠把它濃縮在清淨的一個點上 猶如放大鏡把整個太陽閃掉的陽光匯聚一個點 它必然有不可思議的作用 也這樣跟大家共勉 感謝他 謝謝 謝謝 謝謝